第三个就是你绘画 因为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在考试的过程中以写实为评价的一个依据 你必须要有清晰的形象 你的形象必须可以有可辨识性 你不要画抽象画 是不是 现在来讲的话 国内在本科招生来讲的话 还没有学校要求考抽象画 所以的话你的形象必须要有特色 那么第四个就是你绘画中的 比如说人物的透视 人物的透视 或者说你的静物的透视 必须要符合透视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律 最基本的一个透视的一个原理 这个是第四个要点 我们说第五个要点 就是你绘画的造型语言 所谓造型语言 就是你的空间是否是用面 这样去和体这样去塑造 不是画的二维的线条 很多同学的话 画的就是一个超颜色 超边缘线 这种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第六个 就是你的画面还要有很精彩的细节 你这样才能可以得高分 那有些同学说 我这个细节非常精彩的话 我会不会就可以得高分了呢 也不尽然 因为有些时候你画面都是细节了 你的分数也不一定会高 所以我们第七个要点 就是需要你画面还要有主次关系 你要有精彩的地方 同时还要有衬托的地方 那么最后一个考试的一个考察的一个目标 最后一个考察的一个目标 就是你画面有没有设计 因为我们考试要考设计素描 有些学校 比如中央美术学院 清华美院 那么你的设计点 你的创意好不好 这也是成为我们考察的一个评券的一个标准 就是好的创意 大家画的都差不多的时候 看谁思维更灵活 那么你具备了这八个评价标准的考卷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分的考卷了 所以的话 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这样的一个考试里面 我也希望咱们同学要有信心 完成你自己的应该做的工作 实现你自己的一个梦想 那么接下来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考试的一个初题的基本类型 也就是说考试命题的一些最基本的方式 好 我们分析一下考试的初题类型 近几年 这个高校命题呢 它会有五种不同的这个命题形式 那么我们呢 也逐一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第一种呢 就是这个境物类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给大家 这个展示一下 中央美术学院 那么包括清华美院 江南大学 还有这个北京林业大学 一些高校呢 都经常考这个 以境物命题为主的题目 包括这个 这个 近几年来看的话呢 这个中央美院 这是中央美院的一个高分考卷 我们可以看到是 005年考的这个破碎的镜子 这样一个命题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清华美院的一个高分考卷 这是2011年的一个命题 题目是 椅子上的一件衣服 这样一个题目 我可以看到 这个是江南大学 的一个题目 那么江南大学考试呢 和这个中央美院 清华美院 出题呢 从题材上来看 基本相同 但是呢 它考试形式呢 还略有不同 这个江南大学考试呢 它要求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画完一张四开的这个考试题目 考察的题材呢 非常的广泛 从这个室内一角 这个书桌一角 一直到这个 比如说这个修车摊一角 生活的点点滴滴 都有考察 都有考察 这个是北京林业大学的一个考试试卷 考察的也是书桌一角 那么这种境物类的题材呢 我们是如何准备呢 我相信大家也会了解 考设计专业的同学 大多数呢 我们比如要学平面设计 要学产品设计 服装设计等等的 那么我们会需要 要求我们掌握这个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一些 这个画法啊 比如说产品 比如说我的书包 我的文具 或者是我的这个卧室一角 所以呢 这种题材呢 我也希望大家重在积累 不要压题 那么这个考试来讲的话呢 也经常出现出乎意料的题目 比如说这个中央委员曾经出过这个悬挂的面具 空中的纸飞机 这样的题目 实际上你单靠压题来讲的话呢 也并不完全可以达到这个考试的要求 所以呢 也是希望我们同学呢 重在平时的观察 把你可以观察到的这个 这个形象呢 都可以通过你的 这个形象的这种记忆能力 那么你可以在调动出 在考场上调动出你这种记忆的这种储存 而且呢 进行这个更多的这种默写的练习 这样的话呢 这个静物类的这种考试题目呢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应对 可以应对 因为这种考试题目呢 更多的考察的是我们对于生活的观察 这是第一类考试题目 那么第二类考试题目呢 就是这个石膏 石膏像写生类 石膏像写生类 那么关于石膏像写生类呢 实际上有几个学校也是经常要考的 比如说中国美院 它已经坚持连续了十几年 都是考这个石膏像的一个写生 那么它考察的这个石膏像呢 从这个比如说马赛到福尔泰到阿哥里巴 这个包括这个塞内卡等等的 那都考察过 所以的话关于这个石膏这个像的这种考察呢 更多的考察我们绘画的一个最基本的基本功 很扎实的一种写实的能力 所以的话呢 这种考试呢 我也希望大家更要扎实你的基础 你只要有很深厚的这种绘画的那种基础能力呢 你就很容易去应对 这个是中国美院的一个高分的考卷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中央戏剧学院也考察这个石膏像的一个素描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中央戏剧学院呢 相对来说更喜欢考察这个相对单一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内容 就是这个格达密纳塔这样一个石膏像 那么这个也考过这个肌肉人等等的这样的题材 当然相对来说我们会认为中央戏剧学院考察格达密纳塔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考试几率相对高一些 相对高一些 次数频率相对高一些 那么关于这个石膏像呢 我也希望大家准备几幅 你这个如果报考相对的这种相应的学校呢 你也要有这样的一种练习 这个是呢 我们关于这个考试的第二类的一个分析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考试的第三类的这种出题的内容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出题的第三个这个类型 头像写生类 我们看到前面这个四幅画呢 就都是来自于头像写生类学校的这个高分考卷 首都师范大学 中央民族学院 鲁迅美术学院 四川美院的高分考卷 我们这个很多的学校呢 都考察头像 那么基本上可以大家理解为 这个比如说八大美院的造型专业 造型艺术专业 都考头像写生 那么这个师范类 比如说这个首都师范大学 这样的学校呢 考头像写生的概率也比较高 而且呢 往往考头像写生呢 都会以男青年写生为主 而且他的这个模特往往比较固定 是这个学院里面在校的男大学生 属于这种 这是考试的第三个这个类型 还有这个其他的考 男青年头像的学校 比如说天津美院 西安美院 这些都是属于八大美院之一 那也希望大家呢 在考试的时候关注一下 头像写生类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的学校 还有这个给大家一个建议 小小的一个建议 就是如果你绘画基础 没有超过三年 那我不是很建议你去考这个 头像写生类的学校 为什么呢 因为头像写生类的学校 属于是真刀真枪 这个真枪实战 很多的东西呢 你如果没有很好的这个造型能力 你是在考试的这个现场 你是很难得到一个很好的发挥的 那么第四类呢 就是这个头像墨写类 头像墨写类 我们基础不是很强的同学 基础不是很强的同学 你比如头像写生来讲的话呢 你可能考这个造型类的学校 可能觉得很吃力的同学 你可以换一种思路 考比如说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包括这种北京工商大学等等的 带有头像墨写的这种学校 那么头像墨写呢 实际上更多的侧重于考试这个 就是造型规律的一种理解 比如说骨骼的变化规律 光的变化规律 包括性别年龄特征的变化规律 这样的学校呢 它还是比较好准备的 你背下这个男青女青 男中女中的这样的几个角度 实际上你就是 可以说是如果准备好了的话 准备充分了来讲的话呢 你考一个比较满意的成绩 还是相对来说可以做到的 可以实现的 第五类考试的类型呢 就是来自于比如说中央美术学院 清华美院 这个人民大学 徐别鸿艺术学院 等等的这个造型艺术专业 造型艺术专业 它会考的这个四开指 考人物的这个半身像 那么你需要考察的空间会更大 比如头像 我们只需要考虑到 这个头 颈尖的空间关系 那么在这个人物半身像里面呢 你就需要考察 头 胸腔 骨盆 以及腿的和手的这种空间关系 所以它的这种空间把握呢 更难 而且呢 它的这个 就是说 细节量 比如说头的那种理解 手的理解 包括节奏的这种把握 难度系统会更高 对于你把握宏观 以及细节那种 这种叫什么 功力 能力 需要有更高的要求 所以呢 往往这个 这个有很高的 很高的这种艺术天赋 和很深的这种艺术功底的同学呢 去考这个中央美术学院 清华美术学院 这种造型艺术专业 而且就是说 想走上了这种纯绘画的艺术家之路 这样的同学呢 你可以去准备人物的这种半身像 同时呢 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就是说 这个考造型的同学 实际上你也可以 在这个考造型的同时 准备一些 投降墨写类的学校 作为一个你的这种 侧重的一个考虑 否则的话呢 因为造型的这个考试的学校相对来说 要求比较高 接收人数比较少 那么你这个考试的命中率来讲的话呢 比这种 这个墨写类的 头像墨写类的这种学校呢 命中率要相对低一些 所以的话会有更多的同学 如果说你没有起这个二手准备的情况下 会有很多同学是会落榜的 所以我也建议考造型的同学 你也要尝试着去准备一些这个 头像墨写类的这种学校 作为你的一个第二手的方案 你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取得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考试的成绩 那么关于考试出题的类型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儿 接下来呢 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素描学习过程的一个工业 感谢观看